清静心能破烦恼障 或者是清静心能转烦恼成菩提 一般人要求断烦恼要求智慧 从哪里求 清静心当中求的 平等心里面 一定要原力供高骂慢 人有傲慢 自己往往不能够纠察了 自己我没有啊 实际上 表现在外面的已经是相当高度的傲慢 因为贪嗔痴慢是居身的烦恼 也就是生生世世 也就是生生世世 养成的习气 这个不需要学一点 佛教给我们要断烦恼 要转烦恼 儒家 不讲求超越三界 所以儒家之将 服烦恼 控制烦恼 他对人要求 是止于这个境界 所以说 恶不可诚 不可诚 谢谢大家